这一集最新的节目当中呢 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国发会公布了4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 睽違两年多亮起代表展向的黄红灯 按照蓝灯买 红灯卖的策略 现在是该开始减码持股了吗 好 这一集节目当中 请到的是财经专家游婷浩 拿出了数据要告诉你 每一次景气对策信号灯 在20分以下来做买进 你会发现哦 你几乎每一次都买在整个库存循环的低点 上一次景气信号灯蓝灯是什么时候啊 22年的10月开始 再上一次呢 是2020年新冠疫情 再上一次呢 2018年美中贸易战 再上一次呢 2015年上阵股灾 再上一次呢 2011年欧债危机 再上一次呢 08年金融海啸 你有没有发现 只要每次看到蓝灯 都有一个重点库存循环的底部事件 所以大家就开始担心 那现在已经黄红灯了 我是不是至少要准备减码 准备要离开这个市场了 别人恐惧我贪婪 别人贪婪我恐惧吧 可是我们又要想 会不会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我预判你的预判 我跑得比你更快 那我个人认为 现在多数人 大部分的做法是 才刚刚买股票 刚刚买股票 就已经遇到黄红灯了 决定那我就先走一趟 这个是我认为 现在看到的主流思维 你认为接下来到红灯 难道不会红灯高档动画吗 难道不会有景气好第一个月 景气大好第二个月 景气大好第三个月吗 所以我始终认为 即便到黄红灯 仍然不是离场的时候 我们应该搭配着其他指标 不管是制造业订单 不管是PNI数据 不管是新订单 减掉客户存货 把这些数据进行统整之后 你才会发现 的确有点景气过热的景象存在 而到目前为止 一个黄红灯 它不代表什么